大家好 我是让影步话妖往前的老韩 昨天跟大家说了 裤子小了怎么给它改大 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裤腰大了怎么给它改小 如果说昨天那种处理方式的话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线头的话 今天这种处理方式是绝对看不到线头的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我一个男的一看也就会了 牛仔裤上有穿皮带的东西 我们给它拆掉一个 然后从里往外走第一针 位置就在这皮带扣的旁边 第二针以皮带扣为中心 右边对称的位置给它穿过去 第三针的走向方式和第二针一样 用针线给它缝合好之后 就把它两头收紧 再把穿皮带的给它缝上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收紧裤腰了 如果还是小了 可以再收紧一个 这就可以解决酷腰过宽的问题 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用的话 也可以点个赞或者是分享给朋友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